兄弟们,各位,如果哪天想明白了,打算出国,那我可以给大家点建议。 中国人呢,在全世界呢,叫华人,华夏子孙嘛,华裔啊,这个哪边的人多呢? 东南亚,这个第一是这个接近八百万的,印度尼西亚,第二泰国七八百万,然后马来西亚六百多万,这都是常住的,还有移动的。 东南亚这些国家呢,有些还有穷的国家,什么缅甸,越南之类的,越南也不穷吧,反正东南亚各国家,你转悠转悠一看,大部分都有中国人。 但出去的人,家外一起有多少人呢? 大概啊,包括把美国的,加拿大的,欧洲的各个国家都算上。 还有南美,南美还有秘鲁,秘鲁那边说是也有大约一百多万吧。 有大约一亿人吧,中国有,中国大陆有接近十四亿的人。 海外呢,大概有这个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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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华人多的地方,有这些地方。 你去这些地方呢,虽然是少数人种,除了新加坡呢,是多数人种,华人建国了,其他的呢,都是少数人种。 但是呢,就是说,中国人由于这个勤劳,好学,又注重经商。 所以呢,在整个,在各国家吧,华裔基本上都是首富。 有点像,犹太人,也都比较重视教育。 所以呢,各个地方呢,这个,都是经商。 所以呢,又是少数人种的,所以会被当地的人呢,有点那个,多少有点那个,那个意思啊。 歧视也好,或者是,她是歧视妇人啊。 就这种没什么,和中国大陆什么区别啊。 中国大陆也一样,穷人还是,世界都一样啊。 只要是,富人都可能会被处事。 如果你从,咱们大陆出去,到世界各地,你正常情况下,用不了多久,你会变成一个富人。 啊,因为你的思维会发生很大的变化。 因为在大陆吧,可能你时间久了,你的思维比较,比较就是穷人思维吧。 你改不过来,啊,生下来觉得自己是什么样的,就认为自己是什么样了。 然后很多事情就是,不想着怎么去赚钱,想着怎么省钱。 做事情都想赌一把,啊,再加上中国现在,人口大迁移,农业,农根文明进入了现在,工业文明。 大家都是流动人口,经常在各个城市换,各个半住的地方也是来回换。 就是,社会关系呢,比较,比较不稳定。 于是呢,不像我们老家的那种,特别稳定的人际关系。 所以,经常在社会上嘛,就是,杀熟的也多,杀生的也多。 坑熟人,坑生人的都挺多的,啊,这是中国特殊现象。 所以说,很难有人能逃过这个阶层固化。 但是呢,如果你走出国门,到了海外,加上中国大陆,你怎么会用微信,直播宝,这一类的互联网产品。 你很懂互联网的话,你到海外以后,基本上是人才。 因为中国大部分的人都会中文,和汉,英语,都会说,啊,这种人出来以后,基本上都是, 就是,就是,就像犹太人在世界各地被,被收拾一样,被欺负一样,啊,这个,哎,但是呢, 他们自从有了建国以后,啊,犹太人,以色列发展得特别猛,是吧? 中国人也这样,在世界各地,都是这样的,啊,确实会被歧视。 就是,就是,因为他太有钱了,所以会被歧视,啊,呃,所以说,你们如果想出来,啊,建议你们去华人多的地方, 因为你们在那边会被,就是,尊重,啊,在那边会被,就是,被仰视,然后你自己就觉得自己不一样, 然后,很快你的阶层就固化,就会被打破,你会不会进入另外一种思维方式,好吧,今天就聊到这儿。